注意看,这真是一个天才的发明,只需要几个塑料瓶就能种植出又肥又大的土豆 这样的种植方法不仅节省了大量的人力时间成本,而且一个塑料瓶就能量产几十斤,真的太棒了 接下来小编就把种植方法分享出来,首先我们将空地里的杂草统统清理掉 接着再用锄头把泥土收拢起来堆成小山一样 然后在每个土堆上倒入一些牛粪羊粪搅拌均匀,你们可别小看了这些东西 在农村出身的朋友都应该知道它的用处,小编就不细说了 接着准备好塑料瓶,用垫烙铁在上面打出小孔 完成后将塑料瓶放进挖好坑的土壤里埋起来,注意要把瓶口裸露在表面 随后给每个瓶子加碗子来水 最后我们将种植的土豆一个个埋进土堆里,来看视频操作 经过一段时间后,可以发现菜地里的土豆腾长得特别茂盛 在生长的这段时间里完全不用人工来打理,非常的方便省事 当土豆成熟后就能将土堆上的藤割掉 可以看到土豆在土壤,长得特别的肥壮大哥,太漂亮了 平时在家有事忙不开始,用这种方式种植特别的省事 根本不需要大量的时间管理,老铁你们喜欢这样的方式种植吗 有喜欢的请点赞关注